蔡英文今天有一位杠上他 当然就是彭文正彭老师 彭老师一直在质疑他是假学历假论文 然后结果我们看到 提出了这个博士论文不存在之诉 结果你知道之前就已经开庭过了 结果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判 彭文正败诉了当时法官张永慧 结果二审法官认为一审程序有瑕疵 废弃一审判决又发回更审 结果今天下午更一审的开庭 法官还是张永慧 结果呢彭文正甚至气的就 认为应该要回避应该要换法官 那么他还怒告这个法官 并且还求偿200万元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透过视讯的方式 我们线上有彭文正老师了 来这个老师好晚安 嗨大家好 是是是老师这个 还有几位来宾好 您今天下午在出庭的时候 看到在法院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而且甚至忽然就让我们看到说 你居然是状告法官了 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还原一下 难道你事先不知道是同一个法官吗 知道了事先知道 所以我们做个沙盘推演 我们其实是这样希望了 我们希望先礼后兵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案子在一审的时候 法官就是张永慧 结果张永慧呢 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传我们 那也没有来问我们 我们递了状 我们不断的递状 然后在总统大选完后的四天 就是2020年的1月15号 突然就看到各大标报纸的头条 彭文正败诉 这个案子就 这样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 问题是我们就等 好吧 败诉 那我看看你的理由是什么 结果他的理由状书上面 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个他说我们这个案子不该告 他说我们这是一个 没有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的认定 所以不应该来找台北地方法院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论文存不存在这件事情 背后的法律关系就是 我是中华民国总统的 现任元首的 唯一的一个空前绝后的 希望是绝后 唯一的被告 因为他的论文而起的被告 那因为这个还牵涉到很多的官司 我这个论文的存在不存在 怎么会没有法律关系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在他的判决书上面 竟然伪造文书 什么叫伪造文书呢 就是公务人员本身登载不实 他是公务人员嘛 对不对 他的判决书竟然 针对说我提出了 博士证书不存在之素 问题我没有啊 我们从头到尾讨论的是 博士论文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证书容易造假 论文很困难啊 论文四五百页 你要怎么造假 你怎么去做 那个四十年前的论文 所以他这个一审的判决书 基本上犯了两个错误 其实都是法律上严重的瑕疵 那第二个错误就我们刚刚讲的 是伪造文书 另外呢 他就来骂这个 那也不能说骂了 就是判决书上就是 指承我们的两个律师 意思就是没有什么法律素养 所以你们犯下错 就是明知不能告 你们还告 那张地律师 他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今天当过检察官 当过法官 当过律师 他是他当年 同届里面最早的 最早升主任检察官的人 后来是因为他 不愿意接受 长官把他用调职的方式 压下他一个起诉 当时大汉公众院董事长 一个立委的案子 所以他怒而辞去了司法官的职务 去干律师的 你知道在司法界很有趣哦 就像我的那个几个 牵涉到蔡英文的论文的法官 你看那个莫名其妙被备阴架 然后就换了法官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法界身上层出不穷 好 那作为这样子一个资深的 司法界的前辈 他怎么敢收入呢 我替我的当事人打了一场 这么严谨的官司 你竟然说我不懂法律 竟然说我的这个法条 没有理由不能告 而且这个判决书是公开的文献 将来每个人都看到 哎呦张静怎么搞的 连这个都不懂 还被法官打脸 那是不是影响了他的声誉 而且会影响到 他将来还要不要接案子 所以当然了 我想任何人都可能 在这个时候不甘收入嘛 所以我的法官张静就提出了 加重诽谤罪 以及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 伪造文书两个罪去告 张远慧法官 好了 这个案子二审被严重打脸嘛 所以二审法官判蔡英文败诉 把整个案子程序驳回到一审 更一审 而且他明明讲说 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实质审查 也没有小育权或者是产民权 明显的违法 所以把这个案子驳回了一审 大家还记得吗 在二审的时候 这个法官做了一个 非常有智慧的判决 就是他为了避免这个案子 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被关说 所以他很罕见的三位法官 黄明发法官 林郑永法官 跟周美云法官 当场跟所有在庭的人说 我们下去后面讨论15分钟 回来以后就当庭宣判 张迪慧就是说 这是他见过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法官 因为他不希望这个案子到后面 他知道这个案子 一回到座位上 电话都来 我干脆在法庭上判掉 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案子被打回一审 正常情况 不管有情 或者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你的判决已经被二审打脸了 还被你的原告的律师给告了 那自己应该之所进退吧 也许他认为他没有错 可是当双方已经有诉讼的 这个关系存在的时候 人怎么心平气和呢 对 要说我的话 好我很不甘心 但是我想回避嘛 不然无论如何 我不管做成什么样的判决 总会有人认为 要不是我侠愿报复 又不是我就哲愿这个权势 所以他没有回避 那我们其实沙盘推演过了 我们希望给他留一点点的 就是退路跟颜面 所以我们就要跟他稍微沟通一下 开庭的时候跟他沟通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想一想看 你觉得你还有这个能力 或者你觉得你还是我心如秤吗 要不要自己考虑回避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如果想要回避的话 他早就回避了 但是你今天就是知道 他不回避的话 那今天好像还用很重的话 去批评这个法官 那有用吗 而且今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会认为说 现在的司法都是在为政治在服务吗 其实我是说真的 我今天没有用很重的话 我也没有很生气 我心平气和的跟他讨论 说为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我希望呢 我们都能够深切反省 那给大家彼此留一个空间 可以回去想一想 我大概是用这样的口气 那不过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跟他讨论说 你是不是应该自行回避 他完全没有回避的意思 还搬出法条 还拿了一个六法全书 拿给我们说 你念一看 看这个32条33条哪一条 我符合哪一条要件 自行回避 那字很小嘛 看不太清楚 我的律师看不清楚 我说我眼睛比你好 我正准备念 我就发现 没有啊 这个东西都是法律上最基本的 比方说你有亲属如何如何如何 那我们就告诉法官说 我说这个法律是最后的界限 在这之前 还有道德啊 还有专业啊 还有良知 还有理性 还有节操啊 这些东西都不符合 这才诉诸法律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跟我的律师 有了司法诉讼的关系 两个律师 你觉得你还能够心平气和的来审这个案子吗 更何况 你这个案子被打脸了 你要如何面对过去的自我 我们其实用很理性的方式跟他探讨 那结果他就一直凹 都不肯 然后他就使了一招说 跟我有法律争执的是 原告的律师不是原告啊 所以这个案子 你告诉我 我在哪一个法条上我需要回避 他很坚持他的立场 所以 对 我们就沙盘推演过啊 我早就已经把 我个人对他提告 民事请求赔偿的状子写好了 因为我们算到他会有这一招 那什么叫做民事从来赔偿呢 就是因为他一审的误判 使得我增加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打二审官司 还被各大报说我一审败诉 还被这个律师还被他消遣 好像不懂法律 所以我就要求他 这个精神损失赔偿 新台币200万元 那么附带四大报的道歉启示 那我就在道歉启示上面呢 借着对张勇慧法官大声朗读的方式 希望给他一点司法教育 希望换回他当时在宣誓担任司法官的时候 那个对于专业的良知的那份热情 不要被政治左右了 好 我想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一句话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彭老师 那如果以现在你是非常的坚决的认定 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我们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一直紧咬着说 就是没有这个论文 所以这个学历也是假的 那是不是可能你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据 来为自己的立场来辩护呢 我们的证据已经贴了两年了 我还亲自去了伦敦政经学院 亲自访问了几个重要的人 包括图书馆员 包括了两个图书馆 证明了一件事情 在2019年的6月28号以前 全英国找不到任何一本 蔡英文梦中梦到的所谓论文 当全英国都没有任何一本蔡英文的论文 全世界都没有 我讲的是实体的 不是那个网络上连接一个 连接一个题目 然后点进去是空的 当一个人的论文 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世界上的时候 可能取得博士吗 其实要证明蔡英文有博士学位 他其实只要拿出1984年 毕业版的合格论文 他不需要去创造什么16项证据 25项证据 就好像 今天警察拦了一个人 说来驾照拿出来 他其实只要拿驾照就可以 他不需要去拿什么驾训班结业证书 或者是模范驾驶 这就是没有用的 他要针对题目回答 不要文不对题 是 好 可是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花莲地检署检察长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那个讯息 就是他已经被调到彰化了 那当然这个时候正在办台体 然后呢 没有针结 但是却看到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他说今天早上他才知道 那你会不会认为就是现在目前 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个 所谓的看不见的黑手在介入司法呢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们以身试法嘛 我是在走这一趟司法 路 我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 就是要来揪出这只黑手 我就 你